大家好,我是技术人员,Ron 今天要紧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就在10月3号的18点左右,Unity发出了一份安全公告 指出在Unity 2017.1之后建制的游戏和应用程式中 发现了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 编号是CVE-2025-59489 相关消息也已经在各个社群上炸开了 非常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并且有非常多的公告 告知游戏已经修正,请玩家务必赶快更新档案 那身为游戏开发者来说 我也当然是需要尽快修正的那批人 那我就藉由这次修正的时候 顺便一起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要尽快修正 以及怎么修正 首先,漏洞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官方释出的文件就可以知道 这个问题被列为高危险性的原因是 Unity的执行阶段在处理输入或命令参数时 可能被操控 导致再入恶意的韩式库或程式码 简单来说 这个漏洞会让恶意程式有机会在你的游戏里执行未经授权的程式码 这样一来 攻击者可能借由这个漏洞取得游戏内资料 滥用游戏权限 甚至让游戏崩溃或开后门 这问题有一些严重的后果是 比如将游戏的EXE档或APK修改后另外发布 玩家可能下载到二次包装后的恶意版本 另外比如线上对战或是竞技类的游戏的话 这漏洞会让游戏变得更容易作弊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个漏洞已经被駭客利用 但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目前该漏洞影响范围是 只要是Unity 2017.1以后 版本建制的游戏都有风险 影响平台包含Windows Android MacOS Linux 但iOS平台没有受到影响 那身为开发者我们要做些什么 如果你的游戏还没发布的话那还好 但如果已经发布的话 那就建议尽快修正了 首先官方已经提供了两种修正的方法 第一种是更新Editor的方法 第二种是使用Binary Patcher工具来快速修补 首先更新Editor的方法到Unity的下载中心 选择你的版本最新的版号进行下载安装 并且重新使用该版本进行建制即可 目前已知的是 从2019到Unity 6的版本 都在10月3号市出最新的修正版 这也是最稳定也一劳永逸的方法 接着是第二种使用Binary Patcher工具的方法 如果游戏已经上架 短期内不方便重新build 可以用Unity官方的Binary Patcher工具 直接修补已发布的执行档 但要注意 如果你的游戏用了防破解 防作弊或DRM 这个方法可能会失效或造成冲突 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建制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到官方提供的工具 往站这边下载Binary Patcher工具 下载完后解压缩就可以看到这个工具 选择执行 可以看到 它对应三种平台 安卓 Windows MacOS 也可以选择中文界面 接着我们先选择Windows的平台 选择建制好的档案位置 然后按下修补就可以了 这样就算是修补完可以重新上架了 基本上上述两种方法都不是太困难 请各位开发者尽快地修正你们的游戏专案吧 相关连结我都会放在资讯栏内 方便大家下载 好了 本次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